在日常的销售当中啊 经常性的会发生客户不满意投诉的情况 那遇到这类的情况 往往是销售人员最头痛的事情 由于本身工作就很忙 再加上客户的暴躁 抱怨 那往往一时没控制好情绪 小事变大事 那么在生活当中 我们又要如何正确的来处理呢 首先第一 用幽默的方式来处理 在一家蛋糕店里 一位女士气愤的对售货员喝道 为什么我女儿每次在你家买的糕点 总是缺金短两 你们家就是黑店 我要曝光你们 你要给我赔偿等等 那售货小姐面带微笑 且有礼貌的回答 这位女士 您为什么不称称您那可爱的女儿 看她是否在比买蛋糕之前重了呢 女士想了一会儿 稷儿开心一笑 不好意思道歉 刚才我太心急了 误会一场 再比如 那小张呢 是一家高档的餐厅的服务员 有一天 客户们呢 正在悠闲的进餐 与朋友畅快的闲聊 那一个挂在墙上的装饰物 突然掉下来 由于落地的声音很大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当时还有人在抱怨 那这时候呢 小张一年的恐慌啊 委屈的解释道 这不是我干的 听到这话客户们顿时哄堂大笑 如果能用幽默的方式来处理客户的不满意呢 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过用幽默的方式处理 我们要注意几点 一要根据谈业务当时所处的情景进行幽默 第二呢 不要油嘴滑舌 油嘴滑舌不等于幽默 第三 你幽默的内容要适当的优雅 不能拿别人不开心的事情去幽默 当然 幽默是发现与生活 用与生活 那如果当时的场景 不适合用幽默的话语来解决呢 那我们就要用以下四点来正确处理 客人的不满意 那首先第一点 从容面对客户 每个客户的心理预期都是不同 一千个客户就有一千个要求 奇葩的客户见的多了 林子大了 什么了都有 不要大惊小怪 用平常心去从容面对 这样你就会发现 不会受客户的情绪的影响 那处理事情起来更有条有理 第二呢 保持客观立场 不要加入个人色彩 多站在客户的立场去想 那既然是解决问题 如果一味的站在自己的立场 那处理起来只会越来越糟糕 第三呢 鼓励客户发这个发泄怨气 让客户参与 一起来解决方案 先让客户发泄完怨气以后呢 我们要多听少说 而且还要认真听 不然以后面啊 你不知道怎么来处理 我们也可以让客户参与进来 一起提意见解决 林觉得我们如何处理 您才满意呢 哎 这样往往处理事情起来呢 会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啊 大家不要猜来猜去 第四 必要是还要将他一举 当然 如果真的遇到奇葩的客户啊 提出非分的要求 适当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来点软硬兼施 将他一举啊 前不久 有个客户因为买了我们家的一个产品 由于产品包装标签的问题呢 要我们赔偿他十倍的赔偿 不然就要到劳动局啊 到这个工商局去告我们 我们了解到了商品法后呢 果断拒绝 最后只是适当性的赔偿了一些产品 那么有些客户你越好说 他越难说啊 软硬兼施啊 不妨是一个好的办法 那这种方法 我处理过很多棘手的问题 哈